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母亲是帕里公主 帕里的外祖父夏卡彭亲王 是西哈努克国王同父异母的哥哥 有九个老婆生了十四个子女 自己的母亲帕里公主 只是众多儿女中最不起眼的那一个 之后因为王室内部复杂的关系 加之后来被王室驱逐 导致他们全家都活在不受待见的压抑之中 而且柬埔寨王室的权力 早就不如大家想象中那么大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 西哈努克的统治就已经被推翻了 王室的美梦戛然而止 很多王室后人们被软禁和流亡 1991年洪森上台 从某个角度来讲 他是已经开启了一个新的王朝 但是为了让自己的统治 更加名正言顺一点 他还是把流放在外的西哈努克 迎接回国 此时虽然王位在西哈努克手中 实权还是在洪森手里 洪森牢牢地掌控着最高权力 帕利的父亲企图推举西哈努克当选总统 也因此被驱逐了 所以帕利虽然拥有公主的身份 但是他深知自己相较于真正的公主 比如说嫡系公主来说 还是差很多 其地位应该跟迪拜王室里面那些 旁知公主的地位相似 就这样 帕利公主彻底认清了自己所处的阶层和地位 将身份当成垫脚石 嫁给了一个有钱的法国富豪 在巴黎生活了一段时间 生下孩子之后 帕利公主越发地意识到 自己应该带女儿认祖归宗了 毕竟她在王室会是一位公主 在巴黎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就这样 她把两岁的珍娜带回了柬埔寨 巧用了几分力气 就顺利地让小珍娜获得了公主封号 至此 尽管小公主珍娜才两岁 但极其有野心的母亲 从一回国就开始给她安排很多培训课 比如行体礼仪 唱歌跳舞 多国语言等等课程 与普通人家的孩子相比 珍娜公主几乎就没有自己的童年 可以任性挥霍 在经历了五年的魔鬼训练之后 七岁的珍娜公主精通法语 英语等五国语言 唱歌空灵婉转 还曾尝试唱过中文的月亮 代表我的心 珍娜公主不仅能唱 还极其善舞 不仅韩国流行舞职难不倒她 她还极其擅长 柬埔寨的传统高棉舞蹈 连珍娜公主增外祖父 柬埔寨老国王都忍不住曾说 珍娜公主是她最得她心 最宠爱的公主 因为拥有极具吸引力的美貌 和出众的能力 加之王室公主的身份 年仅九岁的珍娜公主 便出道成为了柬埔寨 炙手可热的童心 她的母亲帕丽公主非常清楚 社交平台能给女儿带来更多的热度 于是她又给小小年纪的珍娜 注册了一个YouTube的社交网络账号 让她得以在这个账号上 书写属于自己的这一片时尚篇章 她甚至因为粉丝太多 还得到YouTube发过来的奖牌 而珍娜公主在成名之后 也依旧十分平易近人 并没有什么公主和明星的架子 她十分爱分享自己的日常 就如同一位邻家妹妹一样 可爱搞怪 十分接地气 王室公主本就让外人 更加好奇津津乐道 如今有一位并不羞涩 并且愿意展现自己生活的小公主 自然让珍娜公主在短时间内 就收获了几百万的粉丝 从此受到万人追捧 成为声名大噪的网红 品牌代言活动邀约 分榻而至 但帕莉公主 似乎并不担心 女儿的名气越来越大 反而非常理智 她明白热度只是一时的 没有不断学习 拿出更多作品 以及懂品鉴和时尚 才能让女儿 成为一位真正的大明星 于是帕莉公主 又给珍娜公主 安排了专业表演班 和形体训练 还不到十岁的珍娜公主 面对繁重的训练 每每想到像同龄人一样 玩乐的时候 她的母亲都会来严格监督她 因此她从小都一直觉得 很疲惫不堪 在经历了许多苛刻的训练后 珍娜公主开始参演影视剧 进军国际时尚圈 身材千细别致 笑容极具感染力的 甜美温暖的汤 端庄典雅 风格多样 除了自己的演职工作 还经常为柬埔寨的旅游业宣传 进入贫困地区 与贫困群众 交流并为他们筹集善款 创作歌曲 倡导民众环保节约 珍惜环境 因此珍娜深受民众的喜爱 然而 在将女儿打造成明星公主之后 虽然帕丽公主靠女儿赚得盆满钵满 但很多人开始质疑帕丽公主 为什么要培养女儿 并且让她这么小就成为明星 她真正的用意是什么 为什么要剥夺珍娜公主的童年 并且将珍娜公主的生活 工作 事无巨细地呈现在网络上 进行运营 让珍娜公主过于早熟地 承受着成人的一切 是不是就是想把它当成 王室形象的输出 和王室的摇钱术 在人们看来 珍娜已经是王室公主 拥有了普通人所没有的财富 优越的生活 以及无双的美貌 为什么要成为明星 王室的成员 为何同意她这么做呢 不得不说 民众也极其聪明 大家都心里清楚得很 尽管珍娜公主 并没有享受到 柬埔寨王室的生活 但是她的出现 却为声望早不如期的 柬埔寨王室 唤起了民间的声望 不少上了年纪的柬埔寨人 还因为珍娜公主的表演 唤起了他们心中那段 甜美岁月 在老一辈的柬埔寨人心里 1955年到1970年这段时间 是他们的甜美岁月 那正是珍娜的增外祖父 西哈努克国王执政的年代 那十几年 周围的国家像越南 老挝 泰国 马来西亚 都处于冷战的动乱之中 只有柬埔寨因为实行中立政策 岁月静好 专心发展经济 1953年 西哈努克经过了多年的努力 终于从法国殖民者手里 要回了国家的主权 结束了86年的殖民地身份 获得了国家的独立 此后 他在国际政坛长袖善武 不仅让柬埔寨政局稳定 还从美国苏联两方 都获得了经济援助 用来快速发展 国内的现代化进程 据统计 20世纪60年代初 柬埔寨工业能力年增长8% 他还在国内推行教育普及 无论男女出身贵贱 都纳入到教育体系之中 使得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尽管那个时候 柬埔寨人民的生活 也不是很富裕 社会的贫富差距巨大 号称亚洲明珠的首都金边 也像今天这样围绕着 许多贫民窟 但是和后来 柬埔寨人民的遭遇相比 那个年代的生活 简直就是天堂 1970年之后的柬埔寨 政变和动乱 打破了平静的生活 红色高棉的统治 更是让柬埔寨 沦为人间地狱 此后的几十年 西哈努克在被软禁和流氓中度过 他的子孙们 大部分散落在民间 过着寻常的生活 可即便这样 直到今天 在柬埔寨 几乎家家都挂着 西哈努克的照片 前些年有位年轻的女主管 当着工人的面 撕掉了西哈努克的照片 引起了当地人巨大的愤怒 逼迫他跪在西哈努克的照片前道歉 然后驱逐出境 这些都可见 柬埔寨人民对这位国王的尊敬 今天的柬埔寨人民 对于最高当权者洪僧 也不能说不尊敬 但完全无法和对西哈努克的感情相比 人民怀念西哈努克 其实就是在怀念那段 难得的甜美岁月 而珍娜公主 之所以在柬埔寨一出道 就广受喜爱 还有一层原因 就是人民对于老国王的爱戴和怀念 不过 他们知道是一回事 心疼这个小女孩是另一回事 毕竟 不管是英国的公主 还是隔壁邻居泰国的公主 亦或者是西班牙的公主 没有哪一个需要像珍娜一样辛苦 其实柬埔寨王室与其他王室不同 经历多年的内斗和政权的更迭 帕丽公主早就遇见了 王室是快要成为徒有虚名的空壳了 所以才决定 培养女儿同时利用王室公主的身份 让她进军娱乐圈 面对很多戏约和大小商务活动 帕丽公主都来者不拒 虽然很多人在向王室公主去当戏子 站台陪校会不会自长身份 并且为了成为明星 剥削了公主的童年和私人时间 会不会让她失去了自由 然而面对舆论 帕丽公主从没有回应过 珍娜公主的童年 虽然好像充斥着金钱名利的味道 困苦疲惫 母亲帕丽公主 似乎也没有在意过她喜不喜欢 愿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 但作为王室公主 尤其是还出生于已经没落的王室 能够凭着自己的优越条件 自力更生 受之以余不如受之以余的做法 足见她母亲的苦心 如今已经九岁的珍娜公主 已然成为了柬埔寨人民的天使和骄傲 她在互联网上展示着柬埔寨的传统服饰和舞蹈 告诉世界 柬埔寨除了五歌窟 还有充满东方之美的高棉文化 作为现代社会的皇室成员 我觉得这才是他们最好的状态 虽然不能再享受皇室生活的奢侈和财富 但是她的可爱形象却在民间受到了万民的喜爱 这才是真正的国民公主 人民的天使 我觉得柬埔寨的王室或者政府 应该把珍娜公主好好地培养和推广起来 说不定哪天 她会成为柬埔寨最美丽的名片 但这位小公主从侧面也印证了一个道理 当实力不强大时 美貌就是一种原罪 当美貌生于帝王家时 那么美貌更是一种极端的错误 柬埔寨的国民公主珍娜 完美地契合了这个定律 如果未来想走得成远 甚至想和夏骆驼公主一叫高下的话 那就祈祷她能保持住初心 不然看看英国王室那抓马的闹剧 简直就是王室方面教材的经典范例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